泥巴車 奔馳 奧迪 法拉利 勞斯莱斯 寶馬 這次在幹啥玩泥巴 泥巴玩得好 可以設計汽車呀 真的 幾乎所有的名車在設計的過程中都有這麼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製作油泥模型 將平面設計圖立體化 顯然 你拿張照片 你是感受不到寶馬 欣賞不到曲線的 這地方居愛一點 那個地方挺一點 還有這裡飛了0.9527 不進線 怎麼能設計出好車名車呢 確實不反駁 但是問題來了 這麼一排工具 一片片的來 製作一個全尺寸的汽車模型 離離外外需要好幾個月 幾個月哪行呢 現在的時間都是加速的 倍速 幾個月世界都能不一樣的對吧 設計開發汽車這麼高大上的事情 3D打印怎麼能不來抽爛爛呢 汽車行業佔3D打印市場 30% 在新車型開發的過程中 3D打印可以用來快速製作概念模型和公路模型 那麼問題又來了 你都可以打一個1比1的模型出來 怎麼就不直接打個車呢 是可以啊 今年3月份 全球首部投產的3D打印汽車也上路了 工業4.0 真的 少不了3D打印 得關注 得研究 感受一下趨勢 寶馬已經利用3D打印技術生產了超過100萬個零件 含投資了幾家3D打印技術公司 勞斯萊斯幻影中 已經使用了超過1萬個3D打印的零件 車型 3D打印動態還有很多 雖然3D打印被認為是一項能夠帶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顛覆性的技術 但是怎麼還不顛呢 還了好久 實在是太慢了 因為材料 材料的發展決定了 3D打印技術 是吹呢 還是飛呢 那麼下集我們就好好聊一聊材料 藏回基地看看 謝謝 謝謝